拥有甜美外表火热身材的艺人 顾婉允带着爱犬到台北市南港玉城公园散步时 突然遭到陌生的妇人拿着保温瓶丢过来 还情绪激动不断大声叫骂 顾婉允差一点就被砸到快吓坏了 而附近居民也好担心 会不会下次换他们被攻击 指着镜头大声怒吼 妇人情绪相当激动 一旁民众赶紧闪开 因为她不止叫嚣还会攻击人 受害的就是艺人孤婉允 IG现实动态po出 这名妇人把保温瓶当武器直接丢向她 还要捡起来做事继续攻击 把孤婉允快吓坏 指着我说 你在惹我啊什么的 开秒就从她包包里抛出保温瓶 就是铁制的那个就是大罐的 然后她就是往我的方向丢止 但是又觉得很生气 然后又被吓到 然后就觉得这边是儿童区 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 那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危险 事发就在9号下午 艺人孤婉允带着艾犬 到台北市南港玉城公园散步 突然遇到陌生妇人 不但乱骂还攻击她 差一点就被砸到 所见闪得快没有受伤 只是这公园里 平常小孩长辈都很多 好担心会不会是下个受害者 当然胖胖的一定会啊 看到人家说要砸死人了 我先车踢这边 然后呢 然后她就是进去遇到遇到嘛 六狗狗 遇一圈出来这样子 在这里碰到很多就是 会 骂骂的啊什么的 虽然第一时间救护人员到场 认为妇人并未达到强制送易条件 顾幻运也没有要报警 但公园里的安全维护 谁该负责 如果不加强巡逻管理 附近民众 谁还敢再来 接着我问张顺奎 开表报道